选美味 八八卷 炸羊玉 摸头辣 茶马古镇甜小吃 吃烧烤 酸辣健康的歹族菜 纯香浓厚的拉护族烤茶 多年族的连仓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 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今天我们去临仓去逛夜市 临仓位于云南省西南部 有24个民族生活在那里 有汉族 瓦族 歹族 拉护族 还有布朗族等等 每个民族独有的美食板块 构成了风格独特的临仓风味 歌声不停 酒不停 点菜不用看菜谱 这茶水晚上是烤着喝 这些听起来是不是都很奇特呢 让人禁不住感到好奇 好吧 让我们一起去临仓去探寻一下吧 临仓位于云南省西南部 一位濒临蓝仓江而得名 这里居住着24个民族 迷人的边地风光 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 形成了区域明显 特色鲜明 魅力无穷的临仓风味 而这样的个性在夜晚来临后 才真正释放出他迷人的气质 诗诗是临仓市电视台的主持人 也是一位美食爱好者 这一趟他将带我们寻味临仓 今天呢要带你打卡的第一站呢 就是咱们这边的茶马古镇 茶马港街 这一条呢就是咱们茶马古镇里边 比较热闹的一条街 那接下来我就带你去看一下 有什么好吃好玩的东西吧 茶马古镇是连仓新兴的夜市一条街 到了晚上游人如智十分热闹 在这条街上有很多连仓当地的小吃在售卖 花椒鸡 米干卷 带味烧烤 种类丰富让人大流口水 那我们先吃哪个呢 摸头辣 摸头辣是什么意思呀 我也不知道 咱问一下老板吧 老板摸头辣是什么意思呀 就是辣的摸头 辣的摸头 辣的抓头辣 就我们林看人说的 辣的抓头 摸头辣是林餐本土小吃 腌制过的鸡翅用大火把两面烤得金黄 再用小火慢慢烤熟 最最重要的就是刷上让人辣的摸头的秘制蘸料 摸头辣鸡翅就做好了 来吧 尝一下一个摸头辣 就是咱们林餐人说的 辣的抓头皮的摸头辣 哦 好烫哦 好辣 哦 真的好辣 碰火了 好香 好辣 这个真的是摸头辣 真的是摸头辣 虽然辣的让人受不了 但是还是有很多人想要来挑战一下 像他们那样辣的摸头那种感觉 看来这个摸头辣还真的是十分形象 那还有什么其他的夜市美食呢 这个就是耳快 有一个说法呢就是云南十八怪里面就说八八叫耳快 指的就是这一个了 你看一下快有我的脸大了 那这个是怎么吃呢 这个可以烤着吃 也可以和洋芋炸在一块吃 在咱们今天吃炸洋芋嘛 它就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就是吃就吃个做了 看一下这里就有十多种 十多种这些都要放到炸洋芋 炸洋芋耳快看着佐料丰富 十分诱人 吃起来味道如何呢 好脆哦 好脆 然后里面是软座的感觉 对 吃的是耳快 我拿的这个是洋芋 好 这个是耳快 那个是洋芋 我觉得都很好吃 耳快有点像年轮 其实差不多 做法就差不多 耳快是云南小吃里常见的熟客 无论卷着吃 炸着吃 好像有了它的参与 食物才更有味道 诗诗说 要带我们再去寻找一个 藏有耳快的小吃 八八卷 没错 这个就是耳快了 刚才我们吃的那个是炸着吃的 然后这边吃的这个是烤着吃的 我们这边的耳快呢 可能和你们北方那边的不太一样 你们北方那边是叫紫巴对吧 然后是用糯米做的 然后吃起来呢 口感呢 它就可能比较绵牙 然后我们这边它就是用大米做的 然后做出来吃起来呢 它就比较的软 可以当作配料来吃 摊主告诉我们 耳快有的人喜欢烤得干一点吃 有的喜欢软一点吃 慢慢烤干的耳快 看起来蓬松软糯十分诱人 用烤过的耳快做正的八八卷 是林苍人的夜宵必备 一到晚上 摊铺前就围满了顾客 为什么它有如此魅力呢 赶紧让这位摊主给我们做一个尝尝吧 八八卷要用锅把垫底 把刚刚烤好的耳快铺在上面 放入芝麻 蒜油等 再把西豆粉和甜面酱均匀地抹在耳快上 最后配上牛串 用锅把卷起来 在吃八八卷的时候呢 一定要配上这个牛肉串 然后我觉得配牛肉串的话 我点的话我会点这个雪花牛肉 因为它就很受香剑了 然后吃起来就会觉得那种 满嘴冒油的那种感觉 就觉得特别的爽 施施告诉我们 林苍烧烤的特色就是 不散芝麻等干料 而是在烤之前蘸上密质湿料 这样更加入味 牛肉串在火上烤的冒油 看起来十分有食欲 据摊主介绍 这样的牛肉串 一晚上能卖一千多串 为什么会这么火爆呢 叫雪花肉 这东西是很少的 一条牛可能多的时候有五六斤 少的时候就有半半斤 甚至一条牛可能没有 来往了可能就没有了 几十年了就专门就做牛肉了 其他的都没有 这个八八卷的摊子 已经开了三十多年 王翰勇是这家店的经营者 不过他更多被当地人熟知的外号 叫做大油肚 他的爱人被亲切地称为小红帽 来吃八八卷的林苍人 就认准他的大油肚和他爱人的小红帽 现在有的人找不到我们家 他们就看到 有一个代表我们的小红帽 就这样传来传续传来 就变成现在的小红帽了 那大油肚是您的肚子吗 大油肚就是来从小就胖嘛 每个人进来都是叫胖子 就是人家顾客给起的 我是林苍本地的 然后出去上了几年大学 然后每次都特别想念这个味道 然后一回家就会来这里买八八卷 然后排队也要来这里吃 因为味道很好 让林苍人如此痴迷的八八卷 到底味道如何呢 来吧 咱们的烧烤上齐了 我们就先吃这个 来 先吃八八卷 对 先吃八八卷 吃这个有什么讲究吗 就是大口吃 大口吃就会觉得特别香 对吧 挺香的 你看 它层次分明里面 它有对面这个锅巴 我们叫做锅巴 还有里面的这一个八八 还有咱们的牛肉串 还有里面的酱汁 要是你觉得吃的不过瘾的话 你还可以一边吃这个 然后一边撸串 一口下去 锅巴的香脆 西豆粉的纯爽 耳快的嚼头 牛肉的鲜嫩 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吃一口就停不下来 如今第一代小红帽已经退休 王汉勇的儿子王诗伟 开始接力卖八八卷和牛肉串 把地道的连仓小吃传承下去 我提前来我爸这个技术 但是我不想提前来那个大油豆 这边为什么敲锅又打鼓 其实这就是一阶带贵宾的 第一步就是用锅鼓来迎接我们的贵宾 我们来尝一下我们瓦族的水酒 这是我们瓦族最有色色的水酒 一进门就有多酒是吧 对 这是米酒 茶酒甜的 浪珠不让 谢谢 浪珠不让是什么意思 浪珠不让它其实是一句祝福语 就是说祝你长命百岁 也有那个吉祥如意的意思 还没进门就感受到了瓦族人民的热情 全国百分之六十的瓦族都聚集在林仓 所以来到林仓 有着三千多年历史的瓦族传统美食 瓦王宴是一定要体验一下的 据说瓦王宴的吃法有很多讲究 何凤琼是这家瓦族餐厅的经营者 这里的门道还要他为我们来解答 一般呢瓦王宴是以那个长条的圆木板为做 美食主要是有烤猪烤鸡烤鱼 还有那个葱干巴 还有那个牛排 可以用手来抓着吃 先把这个糯米抓起来 抓一头糯米 对 完了拿起筷子 拿一点 这个来一点 每样都来一点 对对对 每样都来一点点 完了这样捏 一直捏 捏成一坨就行了 捏成一坨 嗯 是不是很好吃啊 很香 嗯 它为什么要捏成这样去呢 好多菜 它会合在一起 味道就变香嘛 这个很有特色 尝一下 好 这个是什么 这个 这个是葱干巴 吃了一下感觉特别辣 嗯 对因为是瓦族它就主要是以辣为主 这可能也是和我们瓦族的热情奔范的性格有关 冲菜是瓦族每天都少不了的食物 无论是什么食材 在瓦族这里就没有不能冲着吃的 在很久以前 没有其他的器具智慧的瓦族人发现 冲着吃的食物格外入味 这样的美食就延续下来了 将烤好的牛肉干巴 加入些小米辣阿瓦盐碎和蒜等佐料一起充拌 一道下饭的瓦味就准备好了 真正的瓦味讲究的就是一个辣 除了美食 瓦族的歌舞和美酒也同样诱人 这种喝酒的方式叫做高山流水 歌声不停 酒不停 一定要痛快的好饮下去 我感觉太好了 太 我们从来没有来过第一次来 这个地方太吸引人了 风土人情太重了 你像这个喝酒是不是 哎呀 这种喝法我第一次心的 很棒的 零餐很不错 会说话就会唱歌 会走路就会跳舞 会喝水就会喝酒的瓦族人 总是能够让外来的边客 感受到瓦族人民的热情 颁放喝酒量 老场酒量 哇 你今天好漂亮啊 对啊 听说你要带我吃歹味 所以我也专门为了配合你 然后穿了这样一身 盛装出席 有那个感觉 不错吧 就像我们这边的小扑哨 小扑哨 就呆子姑娘的意思嘛 呆子姑娘 那我得教你一句话 既然今天要吃歹味 我就教你一句歹语 游历今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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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意思 好吃好在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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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走吧 我带你去体验一下 你就知道了 好的 尝一下 感受过瓦族的热情 詩詩又带我们来体验歹族的诗情画意 但是詩詩说的歹味 到底是指什么呢 这一周呢 就是我们正宗的歹味了 看着颜色很丰富啊 很漂亮 咱们的那个歹味呢 它口味就是比较酸 比较辣 嗯 尤其是酸 咱先尝这个 你试一下 尝这个是吧 嗯 这个是咱们歹族的酸肉 嗯 有一点的酸味 这个酸肉是什么意思 是什么的肉呀 它其实是牛肉和猪肉做的 这个就是咱们歹家人 比较普遍的一道家常便饭 事实说 这个发酵做成的酸肉 在这四道菜中是最不酸的 更酸的还在后头呢 接下来我觉得这个是最酸的 你试一下 我觉得你可能会受不了 因为它又酸又辣 最酸的 嗯 这个叫什么 酸牛蹄筋 尝一下 试一下吧 怎么样 是不是比那个更酸 这个真的好酸 嗯 又酸又辣 但是挺开胃的对吗 是 但是我现在觉得 我的舌头已经麻了 夏季吃酸清爽开胃 那这里的酸味是从何而来的呢 杨真是这家店的经营者 也是一名歹族媳妇 平日里都穿着精致的歹族服装 热情的招待客人 今天我们要向她学习一下 如何制作歹族酸肉和酸牛蹄筋 咱们的酸肉呢很特别 做起来呢也很特别 味道更是特别 新鲜的肉呢 剁成末 然后加上各种类似剁料 要把它那个皮子和肉呢 黏在一块 这样呢吃起来呢就口感更好 有嚼劲 最后用芭芭叶把肉包起来 用芭芭叶包出来的酸肉 会带有叶子上的清香味 不过这个包酸肉可没那么简单 手法上还是需要一些技术的 三张叶子一块 三张叶子一块 绑我过去 把它就折起来 好 再往里边 一 二 三 好了 像我们小姑娘一样 再来 来到这儿 再来一点点 好嘞 这个是我绑的 然后这个是杨老板绑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我这个手法还是太粗糙了 我绑的定瘦一点吧 绑好的酸肉 在阴凉处放上三天 这个是阴汁好的酸肉可以上桌了 可以吃了 这个是腌了多少时间了 三到四天 三到四天 就直接可以吃吗 咱们要加紧佐料 来 来来 就是挺酸的 发酵后蒸一下 再拌上调料 酸辣爽口的酸肉就做好了 酸牛蹄筋 牛蹄筋放在水里煮两个小时至软烂 切成条状 加入糯米稀饭 再加入牛肉汤 辣椒面 蒜泥等调料 充分搅拌均匀 放入罐中密封 腌制好的牛蹄筋酸辣入味 放入鸡棕油搅拌 味道十分酸辣刺激 在生活不好的年代 因为吃的东西少 所以杀一头牛要吃好长时间 所以有阴质有挂钢的 这是有阴质的 可以什么时候想吃了 什么时候拿出来 这样因为可以更入味更下饭 歹味的清爽 就像歹族人的秀气一样 在充满鲜花的歹市庭院里享受着歹味 这样的临仓生活好惬意 那你有没有觉得来到临仓这几天 每天都在下雨 对 就天天都是下雨 其实我们临仓这边有一句老话 就是说有福之人水噜噜 什么意思 那他就是指有福气的人 他就是来到哪去到哪 都会有雨 谢谢 接下来我要带你去的这个地方 它不仅充满了我儿师的记忆 而且这个地方 还有很多临仓的历史文化背景 走吧 带你去了解一下 好的 每一座城市都会有自己的记忆 这些记忆会藏在美食里 也会留在老物件里 这里可以尝到地道的链仓味道 也可以尋到老林仓曾经的记忆 这就是我要带你来的地方 怎么样 什么感觉人觉得 感觉挺特别的 就是好多人都说 就是来到这里就感觉 第一眼看这边就像一个国物馆 对 然后看这边你看 然后这边 餐厅的感觉 对 而且是开放式的厨房 这就是这个餐厅比较有特色的地方吧 咱们先去点菜填饱肚子吧 一会儿再来给你解释这一遍的东西 走 来吧 点菜吧 在这点菜 在这点菜 对呀 这怎么点呀 这个就是咱们临餐的一大特色了 点菜不用菜谱 点菜不看菜谱 想吃什么菜直接挑选原材料 这可为难坏了身为北方人的记者 好多原材料连名字都叫不出 更别说能想象到用它们做成什么菜了 到底该怎么点菜呢 还是让诗诗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咱们临餐啊就是靠山吃山 你也知道临餐山比较多 所以就靠山吃山 然后在这个季节呢 就比如说这些很鲜的 它是属于山珍类嘛 然后就很鲜的这个鸡棕 这个剑手青呢 就我们临餐比较多的一种野生菌 这个是咱们这边的树花 这个叫做树花 它是专门的长在树上的 对 这个我还真没见过 这个真的可以说特别特别的生态 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它的那个生存条件特别讲究 要是有污染的话 它就没法活 也是摘回来采回来 然后就焯水以后可以凉拌 对于家乡本地独有的这些菜 诗诗介绍起来格外的兴奋 接下来看到的东西 更是让它开心不已 哇 这就是我最喜欢吃的小饭团 这个是什么饭团 对饭团 然后你看这个是没烤过的 就是用我们那个煮出来的米饭 然后把它搓成一个圆球 按扁了就这样 像一个我们这边说的巴巴一样 然后拿在放在这个烤楼上烤 你们小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做的吗 对啊 我小的时候我外部可喜欢给我做了 感觉看起来是很简单的 儿时的味道 这个真的是儿时的味道 就是捏几个小饭团 然后坐在那个火坛边 一家人其乐融融那种感觉 小小的饭团到处都充满了回忆 那么看了这么多 我们最后要吃哪个呢 我今天要给你介绍的主角呢 就是咱们林仓这样八斤的老味道 嗯 就这个 这是什么 林仓的八大碗 八大碗 嗯 实实说 这个林仓土八碗 在以前只有欢丧嫁娶 重要的场合才可以吃到 所以也是它最难忘的回忆 让我们一起来品尝一下 林仓最地道的老味道吧 一般就要先吃这个 这个叫千毡 咱们的千毡 千毡 这个在挑肉的时候 就专门选那个猪的三线肉 然后经过长时间的蒸啊 还有加上下面的这个 腌制的这个拉腌菜以后呢 它可能就会出来很多的油 肥而不腻 千毡肉一直都是 宴席上最受欢迎的菜 制作这道菜也十分考验 厨师的手艺 食材主料 选用当地山猪身上的五花肉 这种肉肥肃相间 制作出来的千毡肉肥而不腻 软糯有肚 再加上厨师咸熟的刀工 厚薄有肚的肉片片片诱人 制作千毡肉 还需要临仓本地的酸辣腌菜 作为打底放入下面 制作出来的千毡肉色泽均匀 口感俱佳 在物质匮乏的年代 八大碗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都是林仓人最难忘的味道 这是以前奶奶给我做的 这是爷爷以前给我做的 我妈做的好像没有这个做的好吃 反正就是感觉就是勾起很多故事 品尝完美食逛一逛饭堂旁边的收藏馆 在老物价里寻找更多以往的回忆 这家店的经营者黎明 是第一道的林仓本地人 也是一位日海传统文化的收藏者 多年来收藏了一万八千多件 林仓当地的民间老旧物价 对于这里的每一个老物价 他都能讲出一个故事 这个原来我也搞不清 也搞不清它是个啥 因为它是一个竹楼 外面拖了一层牛粪 它就是密封线 但是我们一直弄不清楚 它是啥东西 后来知道是油楼是装油的 过去就是我们现在的植物油 它是液体的是吧 我们没法想像一个用竹子做的这个竹楼 我们的新人是吧 因为其实也是那个没辙了 所以说我们这里要稍微落后一些 那么只能用这个方式 也是我们新的一些智慧 这个大概也是在清朝的 为什么要把这些老物件 和连仓的老味道放在一起呢 黎明有自己的想法 他有一个餐饮感 比如说看我们像那个装油的是吧 我们那边也在使用油 它是和这个餐饮环境 它的加工过程啊工艺过程啊 它和这些东西产生了一些必然性 原来我们的新人的 也就靠这些东西来以生存 这些过去的味道和老的物件 都在唤醒着我们的记忆 在雨中慢慢的品味 林仓这座古城也变得更加有味道 除了美食 林仓的茶也特别出名 不仅是销往全国 而且是销往全世界 在林仓喝茶不仅喝的是生态 更是喝一种民族风味 施施打算带我们去体验一下 拉护族的烤茶 我们在进行的是拉护族的烤茶 叫拉巴多 多的话就是我们的茶叶 拉巴的话就是烤 我们在烤制茶叶 何兮曼是一名茶艺技师 他告诉我们 拉护族被称为猎虎的民族 喝茶能够振奋精神 使狩猎时更加兴奋 那么为什么拉护族的茶要烤着喝呢 用陶制小罐把茶叶烤香 然后注入滚烫的开水 茶在罐中沸腾翻滚 再进行出汤过滤多余的茶渣 烤茶就制作好了 听着拉护族古老的传说 喝着香浓的烤茶 一口品香气二口品人生三口品回甘 淋仓的夜在茶香中 每当夜幕降临 立江古城四方街的广场上都会燃起篝火 在当地纳西族群众的带领下 游客们围成好几个圈在火边跳舞 打跳是西南少数民族的一种舞蹈 它不受时间场地的限制 只要乐曲声一响 上时就可以围龙一群学一圈圈的参舞者 舞场上都是一片欢歌笑语 游客这个纳西族的奶奶 我们是从天亮跳到了天黑 对对可以 还要跳几曲 还要跳六曲 前后需要一个小时的时间 这个打跳你们天天跳开心吗 开心很开心 你看吧 姑姑就是笑抠眼看 77岁的何燕西奶奶 在四方街已经打跳了二十多年 她说记者和她穿的这身纳西族服装 叫做披心戴月衣 她是纳西族妇勤劳善良美好品质的象征 也是另江古城一道亮丽的人文风景 代表了我们纳西族的快乐 勇敢 投降 勤劳 善良 就像我们纳西族的服装一样的对吧 对对对 欢快的舞步 燃烧的篝火 上千人在夜幕下的狂欢 来丽江古城 您一定不能错过这样热闹的场面 不会跳然后学着学着就会了 挺丰富的 挺有民族特色的 比较喜欢这儿 就是手拉拉手一起跳舞 很有氛围感 丽江虽然没有享誉海内外的名菜名点 但是它的小吃文化却绝不亚于美食之多的广州成都 大石桥旁边的美食单单米线就有十几个品种 更别提这些众多的云南怪了 您看这个云南十八怪之一 四个虫子一盘菜 摊主熟练的把竹虫水蜻蜓 采永和蚂蚱装了一盘 倒在铁板上加了盐 生抽 蒜蓉 辣椒 自然这么一炒 色彩丰富 鲜味扑鼻 竹 虫 软软的 糯糯的呀 蚂蚱的话相比就比竹虫更脆一些 口感更好了 四个虫子一盘菜 好过瘾 好过瘾 再来 呦 虫子旁边这些小鱼看着也不错呀 盘主说 这是丽江的雪山清水鱼 放在火上加点花椒 辣椒 自然一口油汪汪火辣辣 让你不及垂涎欲滴 真的是好鲜嫩好鲜嫩的 再融合这种自然麻辣 咸香的这种感觉 味道实在是太鲜美了 豆腐包的豆浆麦 这也是云南十八怪之一 把豆腐切成长条状 再用油煎到两面煎黄 配上蒜蓉 辣椒 怎么样想吃的心 早就迫不及待了吧 好烫 外面是这个豆腐瓶 里面其实咬着特别特别的嫩 就像咬着一层那个姜水一样的感觉 看前面 云南十八怪又出现了 石头长花慢 乍一看 这个东西外形有点像没有切断的海参 把石板花加入洋葱 蒜 葱 辣椒爆炒 它的味道会不会有海参的口感呢 你们猜对了吗 这个外形像海参的植物啊 它嚼起来确实有一点海参的口感 很有嚼劲 Q弹Q弹的 它吃起来还有一种野生菌的感觉 寻觅城市独有的味道 会被引导于心的情怀 那么用美食来定义的一件 会是什么味道呢 很多来过这里的人一定会说是甜蜜的 纳西蜜件总是与喜气甜蜜联系在一起 带个人甜蜜 寓意的甜甜蜜蜜 幸福美 它是麦芽糖经过洗 然后煮 直到把水分煮干了以后 等它变成亮晶晶的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它必须把它的水分滤干 在丽江 金菊 梅子 黄果 李子 菠萝 桃子 银耳 桑胜 蚕豆 这些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水果蔬菜 都可以变成一道道色泽晶莹 甜蜜软糯的丽江蜜件 你能相信这个是银耳吗 保持了银耳原有的清香 对对对 很好吃 非常有嚼劲 而且那种韧性特别强 对对对 蚕豆也是亮晶晶的 咬碎了然后非常香 蚕豆做成蜜件别有一番风味 对对对 都说每座城市的性格 都被写进了美食里 从一道到美食 就能感受出 这座城市最基本的基因 丽江也是一样 丽江古城号称东方威尼斯 意思就是水到密集 河流好似古城的血液 使古城充满生机 放河灯在丽江 是一项非常悠久的传统 一盏盏河灯 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奇葩 也被赋予了可以许愿的新含义 这是我们纳西族的艺术艺术维画 很有历史的 从游泳水山下来的水 这条河叫平安河 真的是美好的云 水中河灯摇曳流光一彩 若隐若现 那些人民表达前程度愿的方式 远远不仅如此 用最原生态的云南食材作为原料 用最地道的马帮方式 烹饪菜肴 组成了舌尖上的茶麻骨道 每道菜顺应着自然 却又意韵丰富 看到这样壮观的场面了吗 感受到这样热烈的气氛了吗 在我的手两边 有将近200人正在同时的用餐 他们正在享用的是丽江的长街宴 传统的马帮归来长街盛宴 是丽江夜市的又一大亮点 大口吃肉大碗喝酒 做最马帮的人 吃最马帮的菜 马帮兄弟们喝酒吃肉 大跳嬉闹 茶麻骨道的故事 就在你身边真实地上演着 融入到那西族 他们那个马帮人的那种生活当中 就是能让我感受一下 好像我自己也是马帮人一样 叫做马帮的兄弟 过来这边敬酒 我觉得很有那种带入感 就是大家喝起酒来的话 就很有气氛 大家都很热闹 长街宴上的美食 是云南民间传统菜肴 包括丽江腊排骨和八个特色菜 米酒以及用洋芋 腊肉丁 胡萝卜 米饭合蒸的主食马锅饭 八代表着兴旺发达 鱼代表着银鱼满满 红烧肉 吃好喝好 鸭鸭好 对 鸭鸭好 辣西族的话 它的辣排骨就是用盐腌制好 然后风干的 入口即化有那种感觉 而且有辣肉的清香 还有猪肉原始的这种味道 到丽江 你一定不可错过这里有名的美食 丽江腊排骨 满满的一个大铜锅端上来 就着鲜浓的汤汁 入口香味醇厚 让人味蕾大开 十分满足 因为我们的西厨 有一组西厨 这里面放起一个小火锅 也就是明的火锅 它的寓意就是火火火火 意思就是说 一辈子极鲜如银的意思 丽江在吐司时代就产旷独盛 铜器制作久负盛名 使得丽江铜器成为盐茶马古道 输往藏区和内地的大宗商品 同时也是纳西族姑娘必备的嫁妆 出身铜匠世家的和善义 就是纳西民族同文化的传承人之一 从铜火锅里面煮出来的菜 味道的不一样 特别是些冬天 我们美加美会一般都是要煮火锅 特别是萝卜之类的甜类 从这个里面煮出来的口感分散好 为什么要纯手工的一锤一锤的把它撬死 也就是要整个它的密度 没有密度的那个产品和有密度的产品 它的那个寿命可能选择一倍 我这个东西呢你不愈一百年不行 陈关醇最擅长一道马帮菜 食材非常简单 姜饼瓜四季豆和土豆 把这三种食材煮熟之后 再用腊肉炒一下加入鸡汤 再把那个煮食面点放在锅边上 菜熟了然后我们那个煮食面点也就熟了 就是类似巴巴的感觉 云南盛产火腿 在丽江把农村放养的山猪 在冬季进行腌制风干 三年之后再切片蒸一个小时后食用 就做成了老山腿 风干三年时间 它显示出我们就是真正 丽江的那个山猪火腿 那个肉的香味比较香 距离四方街不远的大盐花巷 坐落在古城北门 这里的美食街区让人流连忘返 各种特色小吃更是让人垂涎三尺 欲罢不能 一说到云南的美食 大家第一个就会想到米线 丽江的鸡肉米线 配上鸡汤 再放一勺蒜蓉 花椒油 辣椒 香菜相拌 便可入口了 米线特软 它吃的是头发很适合 这里边有这个鸡汤的这个味道 做的很新鲜 尤其在看这个大鸡汤 特别过鸡 说到米线 过桥米线不得不提 一碗滚烫的热汤 再依次加入鸡春蛋 火腿片 各种蔬菜等小碟 只需二十几元 就能让你吃的酣畅 哩哩哩大呼过瘾 丽江米线可谓是丽江的一道风景 几乎每家每户 每个饭店都有米线 锅桥米线好不好 最关键在于我们这碗汤 我们这碗汤的话呢 是选用了丽江本地的土鸡 加上铜子骨 那么经过了八小时的文火的熬煮 才成就了这一碗好汤 在丽江的大街小巷 鸡豆凉粉 是一种经久不衰的风味小吃 鸡豆是丽江海拔2400米以上 才有了一种豆类 把鸡豆一晚上泡透 墨细过滤成浆 然后半小时煮熟成灰白色 倒入各种容器冷却后成型 淀粉成量要多久了 不差不多要三四个小时 几百年来 鸡豆凉粉这种风味小吃 鼠吃凉 寒吃热 凉吃拌以酸醋酱油调和 热吃将凉粉在平底锅内 用油酸面炸黄 作以调料 虽然其貌不扬 但是吃法多样 有五六煮吧 黑肉可以吃新凉粉 烤肉凉拌可以吃 煎鸡可以吃 三个年以后 又卷起可以凉拌吃 丽江巴巴也是那系族 独具的风味小吃 七十五色的李川芳奶奶 做了四十多年的丽江巴巴 她的两个女儿 也跟着做了二十多年 像这笔 你们看好吗 丽江巴巴的主要原料 是用丽江出产的精细麦面 抹上猪油之后擀成薄片 撒上火腿末或白糖后 卷成圆筒状 再以平底锅文火烤熟 煎成金黄色 分为咸甜两类 做好以后放置很多天 都不易变质变味 很酥 很软 它里面的内容很丰富 玫瑰香的味道 又有蜂蜜 很有橙子感 非常有内涵 我比较喜欢吃这个 那西喜饼是那西族 每逢节庆时候制作的传统食品 用乔曼粉和面粉提前一天蒸熟之后 再跟菜籽油土鸡蛋混合在一起 做成油性大的面团 这就是做喜饼的原料 喜饼的与众不同 还在于馅料 除了红糖和猪油 还有薄荷 这个薄荷不是那个一般的薄荷 我们都是从那个山上炒了的 然后把它那个上干以后 就那个母子来冲碎 把馅料包在和好的面团里 再放进大小不同的模具里刷油 撒上芝麻 压实 反转扣出 很不错呀 我觉得我第一个做的那西西饼 现在几下的那个六点也可以 就是溜溜倒碎 之后再把坯子放在一个瓶底锅上 用速炭火烘烤五分钟 带闻香味 拿掉上面的瓶锅 取出 放入竹波鸡 我很少吃到这样口味的这个饼 外酥里嫩 很特别 薄荷的清香很浓很浓的 云南盛产鲜花 所以当地人对花卉入食 也有着独特的理解和研究 如今的鲜花饼不再局限于玫瑰花 创新的工艺和原料 让鲜花饼种类更加丰富 味道也更加多样 嘴书的玫瑰饼 这个是我们丽江当地的一个特色 是申请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 那它是用了我们的高清面粉 跟我们的新鲜的猪板油 然后融合在一起以后 制成的饼胚 还要经过我们的在水里面浸泡 两个小时以上高温的烘焙 然后才能够呈现出来 我们这样的一个口感 多的时候可以卖到 就是两三千代都是有的 古城里有一些作坊 可以免费体验东八纸的手工制作 东八纸由唐代流传千年至今 做纸的原料来源于 纳西族地区特有的高山野生稀有植物 丽江饶花 它起到一个效果的话 就是防潮防柱不招虫子 东八纸是中国所有手工纸中最厚的 也是当街世界上最古老最原始的手工造纸 有千年不符之说 可以画一些不同的画 都不会透不会韵的 而且这样的纸张可以在自然条件下 保存八百到一千年以上 在丽江既能在古城街巷里看到色香味俱全的特色小吃 也能在有着悠久历史的老宅里 找到纳西特色的传统私房菜 提起大盐古城的纳西名厨阿玛义 丽江古城的居民无人不小 他原名蒋义义 传承了家传的烹调技艺并有创新 很快其精湛的厨艺和代客之道受人称道 肖军是阿玛义的孙子和传人 他发挥家传的手艺 并不断融合纳西族的传统饮食文化 进行研发和创新 纳西族的传统的饮食文化 把它带到更远的地方 纳西本土的菜肴更加关注本地的味道 豆腐炖鸡选用的是纳西老豆腐和本地土鸡 把鸡用辣油炒香之后 加水放几片姜辣椒酱 再把整块的豆腐掰开放到同火锅里 炖煮的时间越长越有味道 这道菜其实是在很多场合都可以拿得出手的一道纳西族的传统菜 包括在我们的宴席当中 它也可以作为一道我们的主菜 纳西吹干是将新鲜的猪肝吹胀到最大 然后将胀大的猪肝配上盐 花椒 辣椒 草果等调料 腌制两到三天 再把它放到阴凉的地方晾干 吃的时候用蒸笼蒸熟 放凉 切片 拌入盐碎 酱油 醋 辣椒 味精和盐 特别如意入味 它的口感其实是其他食材替代不了的 每年的六七八三个月是云南野生卷大量上市的季节 对于纳西族来说 松茸最传统的吃法 就是用腌制的火腿和青椒炒松茸 另外一个就是做松茸刺身 洗净后直接切片 在没有入口之前 其实已经能够闻到松茸的这个香味 对对对 沐皮 沐人心皮的 一口咬掉这个松茸 特别的鲜嫩 这个炒的松茸和刺身它有完全不一样的口感 松茸里面非常的松软 而且又洋溢着这种油性 辣味 咱们说的就是辣肉的这个味道 已经全部进去了 人们都说丽江是一座随时荡漾的音乐声的古城 穿梭在丽江街头 你几乎每走两三分钟就能听见手鼓的伴奏 学计算机的倩倩是湖南人 六年前来到丽江开了一家手鼓店 每天她伴随着各种有节奏感的音乐表演手鼓 然后来丽江之后生活就变得丰富多彩 这种生活习惯每天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 会比较开心一点 鼓声响起节拍灵动 律动十足 你都会不由自主地跟着旋律嗨起来 吃着美食 听着音乐 学习打鼓 生命的活力在鼓声的四翼里尽情绽放 手鼓伴奏 已经成为丽江如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有句话说得好 不到丽江不算到云南 不听那些鼓乐不算到丽江 这种鼓乐起源于公元十四世纪 它是云南最为古老的音乐 亦是中国和世界最古老的音乐之一 就是因为有我们这个音乐 所以外头来旅游的人 一到这个地方 都晓得里面有这个东西 晚上我们都来听了 《纳西鼓乐》 演奏者中最年长的已经83岁高龄 高瘦的老人 老人手中近200年的古老乐器 700年前的乐谱 是《纳西鼓乐》的西式三宝 听过这种三老鼓乐合奏的文明 才能体会到 纳西族文化的博大精神 《纳西鼓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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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格各夜的酒吧 让人魅惑张扬 沸腾的音乐和人潮澎湃 这里的夜生活 丝毫不比任何都市逊色 套巴在丽江 是以一种文化的形式存在的 它是古城生活不可或缺的一段悠长时光 在光邑街的县文像抬头向上观望 头顶上三百多瓦油纸伞正在随风飘摇 游客仿佛置身天上的街市 借着摇曳的光线 古城里大小各异的店铺 都在不断吸引着人们的眼光和味蕾 当喧闹过后 丽江的夜色是用来消遣聆听的 丽江人扎西炖珠在狮子山上 开着一家只有十几间房的客栈 每天迎来送往来自全国各地的客人 是扎西这些年最开心的事情 有时间有这个条件下 我们都会把所有的客人都聚在一起 和大家一起聊聊天喝喝酒吃点东西 品茶简单的烧烤野生菌火锅 在热气腾腾中在推杯幻展中 不同地方不同年龄的人在这里放松着 以各自的方式享受着古城夜晚的优雅和浪漫 非常温馨 没有感觉到第一次来到异乡 这种生疏感感觉非常好 以后有时间还会来丽江的 走上这几十几台阶 接着来到了大盐花巷的最高处 这里有著名的丽江之眼观景台 站在这个丽江之眼的观景台上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整个丽江古城三分之二的夜景 灯光璀璨灯火辉煌 实在是太漂亮了 站在丽江之眼观景台上 大盐古城的壮丽 尽收眼底 颇有灯高望远 依然无余的淋漓畅宽 灯火阑珊的古城夜景让人心醉 古运悠悠 自在悠闲 恍然如梦 如痴如醉 除了丽江之眼 沿着四方街的石板路向上走五六分钟 古城的狮子山方向 同样也是最佳观景的位置 可以饱览古城夜色 景区讲解园李立亭带领记者前往狮子山 一路上我们遇到了许多前往那里观景的游客 白天的景色非常美丽 像蓝天白云我们那里都看不到 然后到晚上这里很有异景 像小酒吧 这个一条街一条街的 它就是很有民族特色 对 这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嘛 狮子山是一座小山 海拔2416米 狮子山观景平台在古城的西南方向 就是游客俯瞰拍摄 丽江古城全景的绝佳位置 古墓结构的大兴棉居 尽收眼底甚是壮观 在这里的话 你可以感觉得到我们丽江的柔软时光 很轻易 而且可以在这里比较悠闲的 不管你喝上一杯我们的古汁 喝再喝上一杯咖啡 能够放弃所有的一切繁荣 感受得到我们自然景色 乃至灯光的阴城下古城之美 留给我印象最深的应该就是这个地方了 有时间条件允许的话 我觉得还会再来有点留恋 明天就要走了 会有不舍吗 会 所以今天晚上打算再久一点 夜色富裕的 就是坐在这里 感受那种威风拂面 然后感受那种各种民族的特色 就觉得特别快乐 就反正不要有发风情吧 就是在地方体会不到的 感觉挺不错的 确实很好吃的 高庄夜市上的美食可以说是琳琅满目 花样繁多 有许多食材和做法都比较独特 这里的美食大多带有浓郁的少数民族特色 还有一部分是来自泰国 缅甸 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风味 从小生长在西双版纳的陈希 喜欢研究品尝美食 他告诉记者 高庄夜市是展示西双版纳美食的一个窗口 比如从这里的烧烤摊上就可以感受到西双版纳美食的独特魅力 这个烧烤也是咱们这个夜市上的一个主打的一个品味吧 是的 特别是带味烧烤 那么带族呢 它在当地呢 由于那个文化的一些区别 它分为水带汉带和花药带三十七 上面这位美女呢 她身着的是水带的服饰 我看咱们这个烧烤的品种啊 也是特别多的啊 美女像您家的话呢 主要卖多少种那个品种呢 哇 有好多的品种 数着数不齐的 我自己都不知道有多种啊 是不是不同的季节 烧烤的这个品类也不一样呢 是的 每个季节的菜都不一样 还有香茅烧烤鱼啊 还有香茅烧烤鸡 还有五花肉 还有包烧什么都有 接着发现 这里的烧烤摊位不仅数量多 每家烧烤摊上的菜品品种也相当丰富 除了有各种肉制品 还有各式各样的蔬菜 菌类以及昆虫等等 比较特别的是 这里的烤鸡 烤鱼 烤鲜 烤鲜 烤五花肉等肉制品烤串 制作的个头都相当大 而且每种烤肉串 基本都会使用香茅草 你们这个烤肉里边 是不是都比较喜欢 加这个香茅草的 对 香茅草 因为它是一种香料 也不一滋 然后这个特别加进去是去腥味的 更香 烤出来更香 陈希告诉记者 西双版纳当地的烤肉串 不管是制作还是食用方式 都与内力有很大差别 比如说这串螺非鱼 它里面包的很多香料 有香茅草 有蒜 有葱 有辣椒等等 那么它可以烤完之后呢 它的香茅草的香和蒜香以及辣椒的辣味含在一起 然后还有一定的酸味 就整个罗非鱼国门的口感 那么跟内力 内力因为它喜欢放自然等等 从条来来说它有根本区别 在每个肉串上 起码都裹着香茅草 这也是耐家烧烤的大特色 耐族姑娘玉姚做烧烤已经七八年 她告诉记者 虽然只是经营一个烧烤摊 但这里的每个烧烤摊上经营的菜品 一般都会达到一百多种 这上面的是食材 好像是还真的是非常丰富 好多我觉得我都没怎么见过 这个是什么东西呢 应该是苦瓜 苦瓜 对对对 这苦瓜怎么这么小啊 它是野生的 所以它吃出来口感比那种苦瓜要好 它不苦 可以凉拌 可以超好吃 真好吃的 你看井埃的这个苦瓜的 我发现这个 这个应该也是茄子吧 对 这边的野茄子 它比凉拌更好吃的 它是脆的 它没有味道 就是清淡的香味 那旁边的那个绿色的那个是什么东西 这个是苦瓜 它是有点甜 需要清热酱果的 这个苦瓜它怎么来吃呢 就是这样 一个摘下来以后 就拿油炸 炸了差不多了 皮子差不多 那个软了 就倒出来 放点盐 还放点那个柠檬水 还有放点那个海鲜酱油 就可以了 很好吃的 在这些烧烤摊上经营的菜品 有不少都是云南大山中的野生食材 当地人称为山毛野菜 约翰说 为了经营好晚上的烧烤摊 每天早晨六点多钟 他们就要赶到菜市场 去挑选购买新鲜的食材 随后就要对各种食材 做精心的加工或处理 约翰经营的这个烧烤摊 一般要有七八个人一起搭理 其中有负责烧烤做菜的 也有专门招呼顾客的 生意好的时候 顾客需要排队才能享受到这些美味 那么多沙卡里边 哪个是最贵的呢 竹虫 还有那个烤鸡 这两个了 那是我们吃的 自古以来 西双版纳就是个多民族聚集的地方 带族 哈尼族 布衣族等多个民族 在此繁衍生息 因此在告状夜市 能看到大量富有少数民族特色的美食 大名鼎鼎的菠萝饭 就是带族的代表性美食 是许多游客到西双版纳后 都要品尝的美味 将主书的鸡饺 配上小米辣 洋葱 花生 胡萝卜 大香菜等多种新鲜食材 一起混合捣碎 这样做出的带味 冲鸡爪 皮刃 肉香 酸辣鲜香 特别找人喜爱 这种正在炭火上烧烤的饼 叫带味豪崩 吃起来又脆又香 令人难忘啊 那这个豪崩是什么意思呢 豪崩来语 汉语的意思翻译味 就是会长大的饼 那因为炭火一烤 它就长大了 那这个饼为什么会有长大的 它是因为是 因为那个 用香末蒸熟以后 加上甘蔗汁 和糖品晒干 那火一烤它就长大了 在告状夜市 除了可以感受 丰富多彩的民族特色美食 还可以体验到一些奇妙的东南亚美食 比如这种越南小卷粉 是用薄薄的米皮包上酸豆角 香菇等馅料 沾着汤料来食用 每种小卷粉的口感都不同哦 下面看到是酸豆角馅的 蘸蘸水 很有嚼劲 然后酸味也很足 加上尝尝香 在我口中感觉就是酸香 这种泰式火锅 在夜市场很有人气 它使用的是炭火 所用的火锅器面也比较有特色 火锅的话它顶上这一块 鼓起来这一块 它可以烤肉 边上这一块 它可以煮点菜 它比一般的火锅多了一个功能 一个烤肉的功能 充足了想吃烤肉 又满足了吃火锅的凉虫心愿 大夏天吃火锅看似更热 但感受美味 人们要的就是这种酣畅淋漓的感觉 如果想来点清凉的感觉 夜市上的各种甜品冷饮 是不错的选择 什么泰国手摇冰棍 椰子果冻 榴莲斑鸡 手工椰子冰淇淋等等 故让人看得眼花缭乱 连一些配料 看起来也很别致呢 这是蓝香枣 这是绿豆人黄色的这个 然后透明的这个人是泰国的椰果人 泰国的椰果人在泰国既是零食 也是做甜品的配料 这个在中国是很少见的 在告状意识上 经营东南亚美食的大多数是中国人 但也有一些外国人在经营 这位名叫盐尼里的泰国人来自清曼 在告状意识上 他专门经营泰国的鸡蛋巴拉达 所谓鸡蛋巴拉达就是鸡蛋饼的意思 您这个饼还有好多口味呢是吧 饼的面团甩成薄饼 然后配上鸡蛋果酱 在油锅中煎一会儿 很快就可以做出一份 香气四溢的鸡蛋巴拉达 那您生意最好的时候 大概一天能卖出去多少张饼 这个就一般的话 就60到70一般 最多的话就200多 大概就是说 比如说你一个月大概能赚到多少钱 这个也不一定 一个月要差不多要2万多 你就卖个饼一个月能赚到2万多块钱 差不多 那是不是比你们泰国来说赚钱要多了 要赚钱的 比如泰国那边也多 都很200 盐尼里在中国已经生活了十多年 他对现在做的这份工作很满意 泰国鸡蛋巴拉达 也是这个夜市上非常受欢迎的一道美食 又甜又脆 然后香蕉味的特别香 你点了一个香蕉味的是吧 这个放炼乳更香 然后那个啥 奶味嘛 更香 更香甜 奶味比较足一点 是吧 对对对 在高中夜市可以发现许多稀罕奇特的美食 不过要说吃的比较惊险刺激的 估计要数五花八门的昆虫 在这里的许多檀位上都可以品尝到各种各样的昆虫 哈尼族人王海云是中国烹饪大师 二十多年来他一直致力于民族菜的制作研究 他开发研究的一个重点项目就是把各种昆虫制作成令人难忘的美食 在高中夜市王海云专门开了一个餐馆 可以为顾客提供五花八门的昆虫宴 这是咱们经常食用的几种虫子吗 对我给你一样一样介绍一下吧 像这个叫摇头虫 我们小的时候就拿来这样玩 就抓在手上 它就会这样 左动一下右动一下 这是小的时候玩的 就把它叫摇头虫 摇头虫 那这个虫子 这个是水无共 水无共 对 这个是一般是在水里面的是吧 对它是在水面 它对水质要求特别高 如果说有污染的水盐 它是绝对不会有 像这一个就是竹虫 竹虫 对 竹子里面长 对 这个就是蚂蚁蛋 蚂蚁蛋 是不是蚂蚁下的蛋 对对对 王海云说 蚂蚁蛋在西双版纳是一道传统名菜 不仅味道鲜美 还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 不过蚂蚁蛋虽然好吃 却极为难得 当地人食用的蚂蚁蛋 都是生长在树上的大黄蚂蚁所产的 它比人们长假的黑蚂蚁个头要大两倍左右 这个是 这个就是这边叫的那个金蚂 就是治疗 这个叫什么 糯米虫 它这个夹如果是夹到你挺痛的 装心的痛 这个长长的这个杆 你猜一下这个是什么 这个不是虫子吧 这个也是一个虫 它这个虫它是长在一面的 哦 这里边有虫子 那你这个叫什么虫子 这个叫扫把虫 扫把虫 对 它是一个勺州苗 里面有一个虫 包开扫把苗 就会发现里面的虫子 王海玉说 扫把虫肉质鲜美 可以直接生吃哦 就这么一个虫 看着软绵绵的啊 对 这个可以吃吗 这个可以生吃 你要不要吃 我不敢吃 甜的 吃起来是甜的 嗯 挺少 王海玉说 不同的虫子 可以有不同的吃法 清蒸 油煎 爆炒 凉拌等烹饪激发 都可以使用 如果注重食材的搭配和做法 每种虫子都可做出多种美味 将竹虫焯水后 可以与木瓜丝 辣椒丝 柠檬等配成凉拌竹虫 将蚂蚁蛋和黑喇叭菌 搭配炒制出的 蚂蚁蛋炒喇叭菌香气浓郁 让人流连忘返 将扫把虫清蒸后 可以直接使用 也可以蘸着芥末酱油来使用 将糯米虫煮熟搗碎后 可以用生菜包着来使用 另外香炒金蝉 干椒炒摇头虫 香辣水蜈蚣等等 都是难得的美味 许多虫子看着恐怖 但是吃起来都特别美味 不同的虫子有不同的味道 只有尝试了 才能真正体会到其绝妙滋味 其实我觉得人生 每一样东西都可以去体验 其实我觉得这个虫子 这么好的食材 真的可以好好的去品尝 在高庄夜市 除了一些露天的美食摊点 还有不少沿街而见的特色餐馆 这些餐馆的建筑都比较富有免族特色 大多数主打的都是免族菜品 歹族的玉姨双大姐做歹味美食已经三十多年 经过多年学习摸索 她制作的歹味美食在当地已经颇有名气 玉大家的女儿玉娜 以前对做饭开餐馆没什么兴趣 但近几年随着年龄的增长 玉娜感到应该把母亲的记忆传承下去 我觉得这个歹味的话 它也是一种文化嘛 我想把它传承下去 因为现在传统的歹味基本上都很少见 玉大姐制作美食比较拿手的有香茅草烤鸡 烤鱼 臭牛皮 柠檬干巴 嚎啰嗦等歹味美食 嚎啰嗦也叫泼水巴巴 是以前带足过泼水节时食用的年糕 玉大姐制作嚎啰嗦是将紫米和糯米混合抹好后 在米面中加入红糖 紫酥 香油等配料 然后混合揉好后 用两片芭蕉叶包扎好 上锅蒸半小时即刻出锅了 嚎啰嗦的口感香甜可口 有嚼劲 除了有芭蕉叶的清香 还有红糖以及糯米的香气非常诱人 在西双半纳 带足人特别喜欢吃山上长的各种山毛野菜 食用时就占着各种口味的南蜜来生吃 那什么叫南蜜呢 南蜜的话就是你们说的就是蘸料的意思 蘸料的 然后这边桌子上有四种南蜜 嗯 这个是螃蟹南蜜 啊 这是螃蟹南蜜 对 除了螃蟹南蜜 还有花生南蜜 菜花南蜜 番茄南蜜等等 平常大家人经常食用的南蜜可到二三十种 每种南蜜的制作都很讲究 比如制作番茄南蜜 需要把西红柿香菜小葱辣椒大蒜等食材先烤熟了 然后再混合捣碎制成番茄南蜜 每种南蜜吃起来都是不同的风味 特别有助于下饭 哈尼族的白龙夏勇以及汉族的孙宗超是三位好朋友 两年前他们合伙在告状夜市开了一家主打哈尼族美味的餐厅 我们哈尼族在本地的话应该是第二大少数民族吧 他也有他自己独特的那个饮食文化 我本身就是哈尼族 而且我是住了十多年的哈尼族餐厅的厨师 他也爱吃我也爱吃 他呢爱做 所以这就一凑合又有个合适的地方 爱做爱跳的那种 白龙夏勇等几位哈尼族朋友告诉记者 哈尼族人一般居住在山上 喜欢食用一些天然野生的冻植物 就连吃饭用的器皿都喜欢用竹子做的 到了西双版那 像竹筒鸡 鸡肉饭 蛋壳烧肉 包烧 哈尼凉拌等哈尼族美食都应该尝尝 我发现您这个就是桌上这桌美食啊 有几道美食都是和鸡有关系的 对对对对 那就说我们的哈尼族来说 他有一个说法叫无鸡不成宴 对咱们哈尼族来说的话 是不是也有这方面的一些讲究呢 这个鸡呢对咱们哈尼族来说还是比较重要的 因为咱们就是说过去吧 生活还是比较艰苦的 就是咱们营养物质吧 就是说是来源比较少 可能就一些山珍啊什么的 然后这个鸡的话和这个鸡蛋 可能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蛋白质的来源 比如说家里面有小孩出生了 或者是说有贵客来了 咱们才舍得杀一个鸡 竹筒鸡是哈尼族人的传统名菜 过去是在逢年过节或招待贵客时才会上的大菜 制作竹筒鸡是将新鲜的鸡肉和甜笋 南瓜煎 草果 金芥 生姜等食材混合后 装到新鲜的甜竹筒内 然后放在火上烤制一小时左右即可成熟 这样烤出的竹筒鸡肉质鲜甜 香酥 汤汁鲜美爽口 含有清竹之清香非常美味 将普通的大米掺杀一些糯米后 放在火上炒十多分钟 然后加入新鲜的鸡肉 水以及草果 生姜等辅料 弄好以后就用小火慢慢的炖 炖到大概就是一个半小时左右 用小火炖出的鸡肉粥 营养丰富绵软可口 曾经是哈尼族人招待贵客少不了的美味 将牛肉 猪肉配上香菜 金芥等辅料 剁碎了做成馅儿 然后放在蛋壳中蒸熟了 这样做出的蛋壳烧肉 清香四溢 营养美味 也是哈尼族的一道传统美味 接着发现哈尼族的许多菜品 制作方法都比较古朴独特 加上各种山茅野菜及香料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哈尼美味 像哈尼凉拌 煲烧 油煎苦果 老奶洋芋汤等 都是颇具代表性的哈尼美味 我觉得这边主要是这些菜的话 食材是我们平时不是很常见的 所以做出来的味道也比较好 酸辣 酸辣 然后就是比较有小数迷糊特色 菜品的话比较方丈 然后分售搭配的比较合理 就吃完感觉很舒服那种感觉 七月的西双版纳是个多雨的季节 天空中时不时就会飘长雨 因此气候并不是特别的 特别炎热 在雨后的夜晚逛夜市 空气潮湿 清新 特别舒服 在告状夜市上随意逛逛 到处都能看到不同类型的民族餐馆 汉族的罗姜红 杨德燕夫妇以前做过导游 在工作中他们对基诺族的文化生活 以及美食都特别感兴趣 经过多方考察 以及一些基诺族朋友的帮助 他们在告状夜市开了一个主打基诺族美食的餐馆 基诺族的朱志杰自高奋勇地给好朋友 当起了美食顾问 基诺族是云南省人口较少的七个特有民族之一 主要居住在西双版纳的基诺山上 基诺族现在还保留着刀根火灯 甚至祭祀文化 我们这个民族是山上的民族 我们这个民族对于吃饮食文化是非常非常的讲究 我们会选用商里的食材 大自然富裕我们的很多的就身边都能看得到 日常生活中都能用得到的一些食材 我们会拿来吃 基诺族居住的基诺山生长着大量优质的普洱茶 朱志杰告诉记者 除了将茶叶做饮品 茶叶入菜是基诺族人非常普遍的一种生活方式 不过要做茶叶系列美食一般都会选取新鲜的茶叶 同时要做简单处理 茶叶本身是有苦涩味的 我们会用水焯一下 把原有的苦涩味去掉 然后再入菜 采用煎炸炒凉拌等说法 朱志杰和几位厨师用了不到半小时就做出了凉拌茶叶 油炸茶叶 茶叶冲干巴 茶叶炒牛肉 包烧茶叶小和虾 咖喱罗茶叶汤等茶叶系列美食 因为茶叶具有清热解暑 降火明目等作用 这些茶叶系列美食在夏季的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在这里吃的喝的玩的乐的都能找到 未来是昭通电视台一道美食节目的主持人 从小生活在昭通的他 对于昭通的各种小吃可谓是了如指掌 今天他带我们来的醒耕水街 是昭通市区最热闹的一条美食街 也是来昭通必须打卡之地 夜幕降临滑灯初上 这条街上的夜市就迎来了一天中人气最旺的时刻 牛蒸蒸 懒豆腐 这是什么样的特色小吃 据说这可是只有在昭通才能品尝到的美味 懒豆腐的话就是懒人做的豆腐 懒人 开玩笑懒豆腐也是我们昭通非常家常 非常地道的可以说是一道传统菜 传统小吃 它的做法非常特别 跟你想象的豆腐是完全不一样的 不是豆腐是吗 懒豆腐其名为豆腐 其实不是豆腐 关于懒豆腐和牛蒸蒸 未来还卖起了关子 先不管那么多了 咱们先看看眼前的这些昭通特色小吃都有什么吧 这个是那个手锤干巴 手锤干巴 因为我们昭通回族比较多 然后昭通的牛肉品质很好 小黄牛 小黄牛它是肉质非常的细嫩 然后肉味儿 来自德宏和西双版纳的手锤干巴 到昭通后经过改良 味道更加偏麻辣 老板告诉记者 制作手锤干巴的肉很讲究 一头牛只有两头肉可以制作干巴 因为一头牛的话 它只可以用两头 用的部位很少 只用两块 这两块可以用 然后的话就选了以后 还要把上面的筋还有壮的全部踢走 因为这个牛肉的话它的纤维 它纤维它比较粗 它比较粗的话 我们这样捶它一下以后 它纤维打散 把它纤维打散入口的话 口感特别好 经过锤打后的牛肉 加上一些特制的麻辣调料 香菜 小米椒和柠檬 香味四溢 你会觉得 嗯 越嚼越香 它胆味儿它综合了一些 你看 里面这个叫做 我们这边叫做大香菜 大盐续 酸酸辣辣的 酸辣辣的 麻辣辣的 对对 小米椒的味道 就是有一点胆味 对 有一点胆味 然后又综合了我们昭通人 麻辣的口感 嗯 很香 很好吃啊 特别好吃 越嚼越有味 昭通在历史上是云南 通向四川贵州两省的重要门户 是中原文化进入云南的重要通道 因此这里也是云南文化的 三大发源地之一 所有小昆明之称 所以这里的小吃 不仅吸收了本地的精华 也会融合其他地方的一些特色 比如这个昭通人夏日里的最爱 木瓜冰粉 用当地的红糖和玫瑰熬制的糖稀加入纯净水即可 糖水用一个瓦缸装着 里面漂浮着大块的冰块和饱满的红枣芝麻 一个大碗里装着做好的木瓜冰粉 老远就可以闻见玫瑰的香气 用勺子舀起一小勺木瓜冰粉 在碗里用铁勺敲碎 舀上泡好的糖水 冰凉入喉神清气爽 贵来说 在昭通喝木瓜冰粉 一定要配上一碗昭通的凉粉 我们这个摊子上 杨姐你看 都是凉粉 这个是木瓜凉粉 还有这个 是我们昭通人特别爱吃 非常地道的传统小吃 昭通凉粉 这是甜口 这是咸口的 说需要搬上一些佐料 这个凉粉其实是我们昭通人 不管是小吃 还是我们的寻常的餐桌上 不可或缺的一道食物 我们夏天吃凉粉 冬天也吃凉粉 因为昭通的冬天也不太冷 然后我们吃这个凉粉的时候 就会把它煮一下 吃热凉粉 夏天我们就吃这个冷的凉粉 与其他地方不同 在昭通 凉粉的存在是一日三餐 甚至是生活中 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灰绿色的凉粉 白的酸莲花白 绿的葱花 盐碎 红亮亮的油辣子 还有棕褐色的香菇粒 看着就让人心动 未来告诉记者 在昭通的夜生活里 还有一样是必不可少的 那就是烟火器 按昭通人的说法 没了烟火器 人生就是一段孤独的旅程 在这家烤五花肉的店里 一整条的肉被烤得 焦香酥脆滋滋冒油 烤得干干的感觉 闻得就很香 一口焦香的味道 它这个选部位特别重要 因为它这个肥肉和瘦肉的比例 你要是肥的太多的话 那会很油腻 然后瘦得太多又很柴 口感不好 影响口感 它这个一定要是猪身上 没有几个部位 可以做这样的五花肉 是吧? 我拿在手里 感觉它这个分量都已经很轻了 有时都烤了 对 我当时用一斤五花肉 生的时候用一斤烤下来的 所以烤干了 生的时候这有一斤 对 那现在呢 现在有多少 现在应该就是几两了 就变成几两了 对对 我觉得拿着已经很轻了 几两了 因为它有时都烤了 金黄肉皮 焦香瘦肉 五花肉透着诱人的颜色 商户将烤好的五花肉切块 放入烤箱 简单加热几分钟 取出的一颗肉香四溢 撒上简单的麻辣的调料 加起一大块肥瘦相间的五花肉 放在嘴里 滋滋作响 满嘴抱油的感觉 真爽 你听 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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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脆 它的这个皮特别脆 然后呢 这个口感肥而不腻 它那个肥肉的油脂 好像都已经被烤光了 然后有嚼劲 非常香 猪肉五花肉这种浓郁的口感 和麻辣面的完美结合 真的是 太香了 好好吃 在昭通的烧烤间 真正扛把子的是这种 地道的昭通小肉串 每当夜幕降临 昭通小肉串 就会占领昭通的大街小巷 今天的重头戏是小肉串 这个我之前还听说过 是吧 对 昭通的小肉串 肉串虽小 学问大 名气也大 咱们昭通因为这个小肉串 还成立了昭通的小肉串协会 而且昭通小肉串不仅在昭通卖 还卖到了省外 卖到全国 还卖到了泰国呀 马来西亚这些地方 而且开一家生意火爆一家 可想我们这个昭通小肉串的 好吃的程度了 昭通小肉串主要的特色是小 且选用的肉都是生长在海拔 1900米以上的小黄牛 中的上里脊肉 这种小肉串吃起来不仅口感饱满 稚嫩细滑 而且纯实流香 来 我们的重点来了 这就是我们的昭通小肉串 这就是 因为我们昭通人比较豪爽 然后我们大口吃肉 大口吃串 昭通人点串 乱串点 我给你点点 老板 我们要五十里紧面 五十里转面 五十里紧 好嘞 谁懂 五十里紧 没听懂 我跟他说的是当地话 意思就是我点了三种肉 一种是净肉 我们因为当地回读 说净肉就是瘦肉 然后说这个壮的就是肥肉 然后筋就是一坨壮的 一坨净的 一坨尖 然后穿在一块混合的 我每一样都要让你尝一点 每一串小肉串都要刷一层秘制酱料 腌制几分钟 放到炭火上烤的时候 才能完全把肉串的香气 发护到极致 小肉串起炉前撒上黄辣子面 撒满了芝麻 泛光的牛镖 一口咬下去 瞬间满足感爆棚 那叫一个香啊 在昭通 牛肉串是不接受单点的 如果你想吃 请五十串一百串的下单 只有这样点单才够油味 马赛文家的烧烤店 是昭通当地有名的烧烤店 我们在做小肉串的时候 有四个关键点 就是选 切 穿 烤 每一个步骤都非常重要的 所以选呢就是 会选就是 以三到四岁的小黄牛为代表 每一个牛的身上 每一个部位 它的选用的 选用的每一个部位 都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的筋肉 选的是哪个部位 都是有一定标准的 在昭通 有大大小小 规模不等的烧烤城不下牵脚 在昭通夜晚 吃小肉串 已经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 吃小肉串 不仅是为了满足味蕾 吃的是一种姿态 也是一种情怀 毕竟他穿起了好几代人 年轻的岁月 现在昭通有哪家小肉串 大概是五百家左右 云贵穿的话 可能会达到两千家以上 小肉串呢就是烤法 烤法不一样的地方 你看我们采用的是 就是有风机 把火的温度提到非常高 然后用猛火来烤 快速地锁住小肉串的汁 把小肉串的味道 展现得淋漓尽致 我们从小吃到大 已经吃了二十年了 从他爸爸来一杯 就开始吃起来他家小肉串 特别他人的筋子嘛 非常冷非常好吃 找到小肉串 觉得是昂蓝了一去 他们家小肉串比较新鲜嘛 生意好嘛 肉串比较新鲜 肉质 肉质非常好 味道也很棒 接下来 未来要带我们品尝的美食 有个好玩的名字 吹灰点心 听名字 您能猜出来 这是什么美食吗 原来 吹灰点心 就是烧羊玉的别称 因为烧羊玉时 通常用炭火 烧好的羊玉 皮上沾满了炭灰 吃之前 要把皮上附着的灰吹掉 所以幽默的云南人 就起了这么一个 俏皮有趣的名字 作为一种街头小吃 一盆炭火 放上几个大小不等的羊玉 烧好后刮得黄生生的 一切两半 抹上酱或撒上辣子面 咬一口 香喷喷既管饱又解馋 这就是我们招通的三明治 真是 这是三明治 它加的这个馅料 特别好吃 软糯甜 然后还有我们招通酱的 特有的那个黄豆的香味 麻辣味 这几样口味混合在一起 就成了我们招通的 特有的烤土豆 吃羊玉 长子弟是云南人 常挂嘴边的一句话 云南人对炊灰点心 有着千丝万缕的情愫 在招通 羊玉不仅仅是一种主食 更演绎成为一种文化 深深融入招通人的血脉之中 云南的羊玉以招通的最为有名 而且吃法甚多 煎羊玉饼 干贝羊玉丝 炒羊玉丝 红烧羊玉 羊玉圆子等等 在这里一个土豆演绎出了数不胜数的美食 你看我面前这个 这个是叫蜂窝羊玉 这个制作很麻烦 对它要求的 它很精致 然后这个是玉圆 翡翠玉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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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是开花土豆 开花羊玉 是松鼠鱼的 松鼠鱼 对对对对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那个火腿羊玉饼 就里面加入了我们 起码是腌制三年以上的 我们的老火腿来做的 这是干巴土豆片 干巴土豆片 对 然后干巴 干巴也是我们周冬一个 回族 回族很注意的 必到的传统美食 用干巴 那这个也是藕片 藕片 还有这个土豆包 土豆包 做成的 这也是土豆 做成的 你看这就像我们那个小羊玉的样子 我面前这个呢是 那个也是羊玉 而且这个就是它羊玉本身的颜色 紫色的 紫羊玉做的 中间的这一道 它的名字就取得更加的诗情话语了 这个是 火山土豆泥 火山土豆泥 在昭通 有无羊玉不能成菜之说 当地人对其情有独钟 赞誉它是地下苹果 可见羊玉在他们心中的美味和知名度 对 刚才我一戳非常酥脆 对对对 沙沙的感觉 我都听到这个沙沙的声音 又香又脆 口感非常好 然后其实这道菜 领约有一点羊玉的味道 吃完羊玉 未来要请我们品尝的是 昭通的又一特产天麻 昭通天麻被誉为天麻之醉 可以缓解头痛炫痕 肢体麻木等 天麻还可以煮着吃 还可以炒着吃 来到昭通一定要品尝一下 天麻制作的美食 比如说这个就是我们的天麻气锅鸡 气锅鸡是我们云南的名菜 但是加入了我们的天麻原产地 小草霸的天麻之后 这道菜就变成我们昭通的特色了 这都是新鲜的天麻 这个是新鲜天麻 还有你看旁边这个是天麻的刺身 刺身直接吃的 直接吃 站在我们的这个小调料 这个我们昭通的小草霸天麻 你知道天麻素含量特别高 所以这道菜是一道非常养生的汤 在昭通天麻除了炖鸡外 通常还炖猪肉煮火锅 甚至炒蒸后食用 杨姐这个季节来到我们这儿 因为它雨水充沛 再加上我们云南地形地貌 错综复杂的这样一个气候 所以我们这个野生菌是大量的上市 正好是吃菌子 对这个季节我们云南又叫做吃菌节 一道雨季昭通的山头又热闹了起来 带着仙气和泥土芬芳的野生菌 蹭蹭蹭地破土而出 所有的云南人都陷入了一年一度吃菌狂欢中 俗话说日代菌子三百口 不辞常做云南人 在一个云南人眼里 菌子就是至鲜至美的代名词 可比一间世上任何珍羞美味 而在云南众多菌子中 有一种菌子是昭通特有的 那究竟是什么样的菌子呢 这个是苏蓉 苏蓉我知道 然后青头 西粥 这个是核桃菌 这是什么呢 这个我还真没见过 请问一下 这个是什么菌 这个我们叫奶浆菌 因为新鲜的采摘之后 一撇开之后 它会除白色的枝叶 就像奶一样的除奶叶来 所以叫奶浆菌 奶浆菌 对 对 我们想知道的是 也是今天我们的重头戏 就是我们昭通特有的这个 这个就应该是养眼菌吧 对对对 这个看起来非常不起眼 就像小土豆一样的 对对对 你要不说是它是一个菌 我里面是那个小土豆后呢 它就是叫养眼菌 它生长环境呢 比较非常挑剔 然后市场上也比较少 它是生长在必须要 到50年以上的松树下面 然后松树周围呢 还有绿树 它才会生长这种药菌 如果我弄掉 我还请下回答 读你的这种药菌 对你在这种药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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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仅如此 之前亨利提到那个懒豆腐记得吗 在这也能尝到 这里有懒豆腐 而且为了迎接您贵客 我们为您准备了牛气冲天 昭通曾经是仪族人的主要聚集区 昭阳区所辖的旧普镇葡萄井一带 是仪族祖先居住和六祖分支的地方 自古就是仪族文化发祥地之说 仪族居住的地区 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复杂 梁山 昭通 碧杰这些地方的仪族 多以乔麦饼 米饭 玉米饭为主食 喜欢将猪羊肉做成驼驼或大块肉食用 今天我们的这个牛气冲冲 其实就是仪族的牛头宴 它是我们平时仪族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聚餐 仪族的饮食 其实他们注重的是原生态 就是保留食材最原始 最地道的那个风味 而且烹饪好像有非常 非常简单 比如说他们的特色菜 就是我们面前这个驼驼肉 真的好大 这个驼驼肉呢 就是精选的猪肉的五花肉的部分 然后肥瘦相间 它这个一坨有二两左右 它的制作方法就是水煮 放一点点淡淡的盐 我要尝一下 我喜欢大口吃肉 肉香十足 虽然只有淡淡的盐 但是可能因为他们这个猪肉的材质 非常好 然后它这个肥肉 肥而不腻 而且是那种糯的 遗族人都是大口吃肉 他们招待客人 自然也用大块肉来招待 热情豪爽的遗族人认为 肉块越大就表示越好客 想要把脱脱肉做得正宗 火候是关键 如果火候不到 肉就会是生的 如果火太旺 那么肉就会特别生硬 佐料除了盐 还可以撒上花椒或者辣椒粉 这个绿绿的是不是看上去很有食欲啊 对啊对啊 你知道这道菜叫什么吗 你肯定没有想到 之前我跟你说过的 懒豆腐 这个就是懒豆腐 昭动的懒豆腐啊 其实就是用那个毛豆 然后把它煮熟之后 磨浆 然后通过熬制 再加上一点其他的配料 肉末呀香芹啊 就变成了这么一道清新爽口 然后让人一看食欲大增的懒豆腐了 土豆腌 菌子腌 牛头腌 一路吃过来 记者还是没有见到牛蒸蒸的身影 这道特殊的美食究竟长什么样呢 这就是我们昭通的牛蒸蒸了 这就是牛蒸蒸 一小梯一小梯的 牛蒸蒸其实就是用牛肉做食材的粉蒸肉 走过很多城市 从来没有见过昭通城这样吃粉蒸肉的 用一个小盘子 接住一个小蒸蒸里反扣出来的牛蒸蒸 撒上点香菜末 就着盘子就吃起来 虽然搭配的草率了些 但咸香的米粉裹着粉嫩的牛肉 一口一口吃着 却又吃出清淡口味里肉的香甜与香味